广东要签2米18本土大中锋 杜丰跟朱方云给到了顶尖外援 百万年薪的报价 另外 威姆斯则是要重新回归到广东队 去转型当教练 针对新赛季当中的CBA比赛 那么其中 广东、辽宁、浙江三大战队 基本霸占前三名 我们重点跟大家展开分析讨论一下 第一个方面 那就是要了解到广东队要签下本土2米18的大中锋 谈到这名大中锋 据了解到他就是过去 作为女郎国家队李月如的男朋友 他就是深圳队的赵一鸣 当我们了解到深圳队赵一鸣的时候 他个人能力还是相当出众的 在过去的一年 当深圳队凭借大比分 也就是110比89击败辽宁队的过程当中 赵一鸣全场比赛 贡献出了超强的发挥 也就是拿到了31分12个篮板球 那么谈到赵一鸣这位选手呢 如今广东队的管理层以及朱芳于总经理 正在跟他进行密切的谈判 还有在视讯当中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在深圳队已经拥有绳子结的状态之下 那么赵一鸣呢 基本上要被广东队这边给挖过来了 谈到赵一鸣这位选手呢 身高不仅是2米18那么简单 据了解 他的块头呢还特别壮 而且他在中锋的护框能力跟篮板球能力 还是相当优秀的 因此对接下来赵一鸣这位选手 他作为2米18的大中锋 很有机会被广东队呢 成功给挖过来 也就是转会到广东红元队 新赛季帮助整个广东队呢 重新去争夺总冠军 当我们了解到赵一鸣的时候 其实他在中锋层面的身高方面 要比周期还要高 而且呢 个人的体重方面 以及个人在球场当中的这种冲击能力 还是相当强悍的 在上个赛季呢 他帮助深圳队呢 场军的得分数据呢 接近了7.5分 而且呢 当场的发挥呢 状态好的话 甚至狂轰了31分 曾经在大胜辽宁队的比赛当中啊 赵一鸣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一旦广东队挖到了赵一鸣 说不定他能成为 对抗辽宁队还有浙江等战队 非常强大的一个中锋巨头 所以 这确实呢 让人充满期待 那么与此同时 赵一鸣 同时他也是过去深圳队呢 基本上啊 是要被边缘化的一位球员 而且他只有22岁而已 作为一名00后的选手呢 赵一鸣 他未来的发展空间非常的巨大 但由于深圳队呢 基本上在中锋层面 是大鸟神子节一切 他说的算了 因此 很多年轻选手呢 在深圳队啊 根本就没有很高的发展机会 哪怕说呢 过去广东队的大队长周鹏 他转会去到了深圳队 但是 对比起神子节在球队当中老大的地位 周鹏甚至都说不上话 很多时候呢 大部分的深圳队球员都是听从神子节的安排 所以 对于00后年轻一代的赵一鸣 他基本上呢 在球队没有很高的发挥空间 没有很多的话语权呢 另外呢 周鹏大队长据了解呢 要么在明年 打完这个赛季呢 他就要回归到广东队 未来会在广东红颜队退役了 因此呢 对于这一位啊 年纪非常轻轻的 22岁选手 而且是一名00后 那么赵一鸣 他加盟到广东红颜队 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而且 他对抗辽宁队 还有浙江等战队 有一定丰富的经验 毕竟12个篮板球 31分的数据 并不是开玩笑的 然后 我们谈到第二个点 那就是 接下来广东队的威姆斯 即将要转型当教练 据了解呢 朱芳宇跟杜峰 非常欢迎他的回归 谈到威姆斯 这名大外员 过去广东队拿到总冠军 而且呢 获得MVP的选手 就是威姆斯 威姆斯呢 如今尴尬的是 他已经37岁了 体能状态呢 以及个人的这种 运动状态 爆发力 都是下滑了很多 因此呢 对于威姆斯来说 他打了这么多年比赛 也获得了CBA的总冠军 过去是广东 红颜队的工程球员 那么如今的他 基本上要面临着退役了 最了解威姆斯呢 他个人呢 也有开展一些 篮球的训练球馆 展开一些篮球的 青少年培训 目标是为了 能够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而且威姆斯接受采访 他也提到了 他很希望当一名教练 把更多优秀的选手呢 带进NBA的赛场 说白了 他觉得在我们国内 有很多优秀 有潜力的球员 只是没有被开发出来而已 那么在威姆斯的培养之下呢 很多特别有潜能的球员 大概率会被他给带动起来 甚至能够去增赏NBA的国际赛场 那么提到如今的威姆斯 其实他离开桑西队 基本成了一个定局 因为桑西队在外援的使用方面呢 基本上威姆斯 基本被边缘化了 也就是被冷落的状态 那么威姆斯呢 他在渴望回归广东队的同时 如今随着他的体能状态下滑 他也是被广东队抛弃掉的一名大外援 那么他正在考虑 从一名球员的身份 转行道球员的一个教练组的身份 也就是呢 回到广东红领队 充当教练组团队当中的一个指挥人员 其实对威姆斯来说 37岁的年龄 去担任教练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安排 过去威姆斯拥有超强的决杀球能力 而且呢 连续两年呢 准决杀了北京首班队 过去呢 在关键的CBA冠军争夺赛当中 威姆斯更是帮助广东队 勇渡冠军收获了冠军MVP 所以 哪怕说威姆斯回归到了广东红领队 去担任一个教练组的成员 相信这都是很多球迷 共同支持和认可的事情 毕竟威姆斯具备的能力呢 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过去他跟马尚布鲁克斯两个大外援 成为了整个广东红领队的争夺总冠军 最关键的搭档组合 哪怕现在呢 变成了当外援上场 当威姆斯呢 上个赛季 最起码呢 面对着天津队打进季后赛的时候 保持100%的命中率 由今来看 随着他的体能状态下滑 年龄不断的加大 去当任一名教练组的成员 回归到广东红领队 杜峰跟朱万云呢 还是非常接纳威姆斯的回归 还是欢迎他回家的 最后第三大看点 那就是广东队的管理层杜峰朱万云 也给到了顶级大外援合理的报价 谈到这名大外援 也就是第三阶段打完之后的季后赛 很有机会呢 被广东红领队呢 以一个短期的合同签约下来 并且在下个赛季的比拼当中 这名外援呢 他都有盟 加盟到广东队 那么提到这名外援 他就是如今在中国台湾联赛的 桃圆战队增仗的霍华德 谈到霍华德如今啊 他的薪资价码呢 也被曝光了出来 也就是呢 一百万美元 谈到霍华德 他这个一百万美元呢 对比起广东队的马尚布鲁克斯 一百八十万美元 可以说呢 相差将近一辈子多 但是一百万美元呢 对于广东队如今的经济状况来看 完全能够支付得起 并且对于广东红颜队来说 其实呢 是非常需要护华德 这种顶尖的中锋大外援 因为当我们了解到护华德 他过去是称之为NBA的飞人 他在NBA的赛场呢 有很不错的发挥水平 而且他个人的护框能力 对于篮榜球的争夺能力 以及呢 内线的这种保护能力 都是相当顶尖的水平 所以对辉姆斯来说 他在国际大赛当中的表现呢 那真的是让人十分的充满期待 也是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让大家十分看好的一个大外援 随着广东红颜队呢 已经给到了霍华德 非常关键的报价之后 达到100万美元 相信呢 霍华德还是非常有意向的 加募到广东红颜队的 而且对于霍华德来说 他在中国台湾的联赛呢 很快就要结束了 也就是呢 没有办法进入到季后赛 毕竟他所带领的桃园战队 哪怕他个人的发挥水平相当顶尖 可以说呢 在过去的这几天 当场的分数据拿到30分以上 篮板球更是有21个 这样顶尖护华能力 顶尖防守抢篮板球的能力 正是广东红颜队非常需要的一名 大外援 因此 对接下来啊 广东红颜队在季后赛当中 为了更好的去争夺总冠军 那么在大外援签约方面呢 签约霍华德 以一个非常短期的合同 暂时把他签约下来 如果能够去发挥好 本格赛季甚至能够夺冠的话 其实对于霍华德 未来在广东红颜队当中 充当内线的接方人 还是有更大的机会 跟发展空间的 这也是让大家看到了 很大的一个希望所在 因此 我们综合起了 如今广东队呢 在内线方面的签约 其实无非啊 就两大巨头 第一个呢 就是深圳队的赵一鸣 身高两米一巴的本土中锋 他一旦加募到广东队 确实能够起到非常光剑的作用 而且呢 能打出不错的防守得分效果 另一位呢 则是霍华德 这位大外援 虽然身高只有两米零八 但他足够的强壮 在内线方面呢 可以吊打绝大多数的中锋外援 可以很好的防守住 对方的进攻 并且抢到光剑南方球 那么作为对比之下 广东队甚至在管理层方面呢 还更有一棒 迎来威姆斯的加盟 一旦威姆斯也来了 大当上两位中锋 很有可能新赛季当中 依旧能够重新组建出 新的一套打法 新的一套阵容 重新去争夺中冠军 对比之后呢 本个赛季啊 其实三大战队呢 浙江 辽宁 广东呢 三个球队的排名基本不变了 冠军呢 基本也从这三大球队决出 大家更看好谁能够夺冠 留言评论区 谈谈您的想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